大家好,我是曹哥 今天用白萝卜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 这样炒出来的萝卜丝鲜嫩好吃又美味 下酒下饭都非常的不错 而且清脆爽口非常的入味 下面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怎样制作的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根新鲜的萝卜 有一句古话说得好 秋天的萝卜晒人生 也就是说秋天的萝卜水分足 而且吃起来也特别的甜 营养也非常的丰富 我们把萝卜的外皮全部刮掉不要 接下来把萝卜去头去尾 然后把它切成五公分的长段 然后把萝卜切成片 首先我们切一条定个位 定位之后我们把萝卜切成薄片 片一定要切成0.5毫米的厚片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切得太厚 片切好之后再改刀切成丝 把萝卜丝也要切成0.5毫米就可以了 切萝卜的时候我们看得到水缝非常的足 萝卜切好之后走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来腌制一下萝卜 往萝卜里面加入两勺白糖 好的人腌制萝卜的时候都是加入食用盐 那样腌制出来的萝卜特别的咸 那样炒出来就不好吃了 我们把萝卜抓拌一下 抓拌均匀先放一旁 接下来准备两块钱的瘦肉 把瘦肉切成条 条切好之后把瘦肉切成入末 萝卜里面加一点入末 吃起来就特别的香了 如果入末切得不够细的话 我们用刀把它剁成入末 入末切好之后 做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把小葱切成葱段 葱段切好之后 做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一勺生抽酱油 再加入一勺香醋 少量的胡椒粉增香 少量的食用盐 小半勺白糖 一点点鸡精 再加入一勺土豆淀粉 然后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先放一旁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萝卜丝也腌制好了 看一下腌出了好多的水分 接下来我们倒满一大碗清水 把萝卜丝给它清洗一下 把萝卜丝里面的水分 给它完全清洗干净 这样炒萝卜丝就不会太甜 我们快速地给它抓拌一下 抓拌均匀之后 然后我们用双手 把萝卜丝的水分将它挤干 挤干净之后放到大碗里面 接着我们起锅把萝卜丝放到锅中 锅中不要放油 我们快速地翻炒 炒萝卜丝的时候 我们开小火炒就可以了 把萝卜丝的水分将它炒干炒熟 朋友们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伸出您发费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呗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与鼓励 萝卜丝我们快速地翻炒均匀 差不多就可以了 已经炒出了辛辣味 然后把萝卜丝盛出来 招入大碗中 接着再起锅加入一块猪油 我们炒蔬菜的时候最好是用猪油来炒 这样炒出来才会特别的香 猪油融化之后 我们把肉末也加进来 快速地将它翻炒均匀 把肉末炒熟炒香 把肉末炒至变色 肉末全部炒熟之后 把准备好的姜桑末小米辣全部加进来 开大火快速地翻炒均匀 炒出蒜香味和辣味 炒香之后 我们把萝卜丝也加进来 萝卜丝我们要开大火翻炒 翻炒均匀 让所有的配菜和肉末全部炒至入味 所以我们要开大火快速地翻炒 让萝卜丝成分地入味 萝卜丝炒至入味之后 我们把调的料汁也加进来 开大火快速地翻炒均匀 让所有的调料渗透到萝卜丝里面 所以一定要开大火快速地翻炒几下 翻炒均匀之后把葱段也加进来 开大火快速地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差不多就可以出锅了 哇真的是太香了 然后将它盛出来 装入碗中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酸辣开胃的萝卜丝就这样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下酒下饭都非常的不错 吃起来也特别的甜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做法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